看完一整首三分半的新花開 林高阿嬤很開心 臉不紅 氣不喘 但四年前她因喘不過氣 診斷出嚴重肺阻塞 兩公分肺癌 我剛才在20個月買30個吃 一天剛才都吃一包 兩包 減少就說是癌症 好像是癌症 我眼睛紅了 我會怕 很老的意思 我會請她用菸去尋鼻子 去吸鼻子 吸完之後鼻子比較乾燥 她就覺得過敏比較好 後來就變成吸了菸之後 就變成成癮了 這樣的抽菸的量 其實是高危險群 很有機會會變成癌症 一般從X光 很難在初期上被診斷到 不幸中的大幸 在肺癌初期找出病灶 林高阿嬤立刻戒菸 拼命爬山游泳 真正好 洗我洗手洗衣服就穿了 現在都不會了 我白痴 像我們家裡有五老 我腰肌肉十座 不會穿了 我白痴二十三年後 白痴這麼晚 白痴一條痴 你都拿一千多屋子 對啊 很有動力戒菸 以及認真的運動 你可以看它還是見步如飛 這很不簡單 除了吸入性藥物 上山下海運動 並定期低劑量電腦斷層追蹤 肺阻塞的病人 本身就是肺癌的高危險族群 台灣的病人就是喜歡吃藥 打針 但是肺腹健 肺腹炎 營養照顧 戒菸 疫苗 這些全部都是肺阻塞的一種 非藥物治療 不好的砍掉 讓體能重練 避開空污 注意營養也是養肺關鍵 大新聞 文物易軒林道明 高雄報導 清潔 顯然瀡